这应征入伍的士兵尚且本着当四个月的草莓兵的心态 那更何况是参加教诏训练的后备军人呢 正如网友们所说 全民皆兵是幻想 全民草莓兵才是现实 说到底啊 民进党就是想让台湾民众为他们挡子弹 替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恶果当炮灰 据台湾媒体报道 俄乌冲突持续引发岛内对两岸恐陷入危局的恐慌 为强化所谓后备战力 台防务部门日前启动14天教育召集新制度后备军人训练 被岛内的绿媒吹嘘为什么史上最硬的叫招 12号 蔡英文还亲自到现场观摩 声称不畏战不求战是台湾坚守的原则 以此来宣示自我防卫的决心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自以为美国是其强大的靠山就越发的有恃无恐 然而美国却要求台湾要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岛内绿营为了紧抱美国的大腿不得不有所表示 于是不断在后背动员议题上是大作文章 那么这次新制叫招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那无论是训练的内容还是被召集的人员状态 这次新制叫招无疑只是一场作秀 一场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卖力的表演 它不会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相反 此番操作只会让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愈加的反感 一方面 尽管这次实际训练时间上从之前的5到8天增加到了14天 但是训练的内容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枪械使用 救护常识 还有行军速营训练 至于现代战争当中 前线军人需要掌握的技能相差是甚远 这些后背军人如果真上了战场 无疑只能够充当炮灰 另外一方面 这次被征召的人员普遍是怨声载道 叫苦不迭 事实上 台军存在士气低下 后背兵力准备不足的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应征入伍的士兵尚且本着当四个月的草莓兵的心态 更何况是参加教诏训练的后背军人 也正如很多网友所说 全民皆兵是幻想 全民草莓兵才是现实 说到底 民进党就是想让台湾民众为他们挡子弹 替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恶果当炮灰 近日台湾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纽泽勋 他就建议说 台当局立法机构更应针对危机或冲突时刻 明定民进党当局高官及民代不得落跑的相关规定 这个提议我觉得提的就非常的好 你说否则战士一起的话 让平民子弟上阵党子弹 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各个跑路 这怎么能够行呢 那也正如新党前主席郁木铭发文所说 现在被争取最硬叫召的年轻人 就是将来所谓台湾承受第一击后要上第一线的炮灰 台湾民众应该擦亮眼睛 认清台独之丑陋面目和其包藏的祸心